郭老师放言在德云社不能提画善面 这话要从2011年 德云社北斩风香演出说起 郭老师兴致勃勃带一众徒弟上台 为了给观众惊喜 以画善面开场 郭老师开了头之后 太子爷郭歇林首先登场 刚开始就把李九外骑黄成四 唱成了李七外八黄成四 随后其他徒弟也都纷纷翻车 跑掉的跑掉 措辞的措辞 在场的郭老师听了之后 脸色都变了 最后直到陶阳上场 这才让郭老师挽回了颜面 陶阳一开口 郭老师瞬间嬉笑颜开 陶阳一个高八度救了这场画善面 可因此也招了师兄弟们的恨 不仅唱功比师兄弟们都好 而且师父在解释的时候 陶阳还不忘上前露个笑 陶阳压周旧场 把这场翻车版的画善面 成就了经典版的画善面 为此郭老师相当器重陶阳 简直比亲儿子还亲儿子 并且当众大夸陶阳 郭德纲谈陶阳感慨万千 江西一省的风水都在陶阳身上 虽说陶阳这次替老郭救了场 但是陶阳的突出表现 却让郭启林对他心生芥蒂 我表现最差的一回 那年唱的叫画善面 那年真的很多演员压力都非常大 除了陶阳啊 人家人家是真正的 我在德纲社要说唱啊 就我这辈我只服两个人 一个是陶云胜一个是张云雷 他们俩当中啊 张云雷唱歌唱得好 陶阳唱戏唱得好 陶阳真是为唱而生 虽然两人情同手足 但是郭启林最怕的也是陶阳 不是因为别的 主要是因为两人年龄相仿 又在一处学艺 但陶阳事实都比郭启林更胜一筹 无形中郭启林只要和陶阳在一起 难免有压力 郭启林虽然嘴上嫌弃 但是对于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神童 心里早已将他当成了好兄弟 陶阳不愧是京剧神童 就连化解矛盾这块也是举一反散 你和郭启林有矛盾的时候 郭得刚会像的谁啊 好像基本上没有矛盾的时候 俩非常的和谐 如果有不和谐的时候呢 如果有矛盾 基本上都是 跟自己说话 来个小包袱 不就解决了吗 果然是相声演员 一个包袱就化解了矛盾 陶阳不仅是郭得刚的爱徒 还是他的义子 在得人设施出了名的调皮 小小年纪堪比大人 台上竟然当众戏耍干爹 你看到郭得刚老师第一印象是什么呀 隔头差不多 我就瞧着他们这儿 我觉得特别幸福 就爱看他们这儿胡说 抱着玩什么 郭老师是防不胜防 陶阳的一句话 郭老师是又气又高兴 再孙师父这一块 陶阳从来都没有输过 刚一说相声学相声的时候 这个网上铺天盖地的 骂街的声音 都是戏迷 你们毁了我们的京剧神童啊 你们不要让他学相声啊 要把他还给我们 我心里说 你们是贪图一时的快乐 没有为孩子日后照相 自打陶阳拜师为郭得刚 随之迎来了铺天盖地的骂声 郭得刚毁了京剧神童 果不其然一切如郭老师预判的一样 陶阳的倒仓阶段如期而止 然而陶阳直接开不了伞 可以说是从神坛跌进地狱 在郭老师的细心照料下 逐渐嗓音恢复 曾经的京剧神童 可谓是集万千光环于一身 都知道郭老师和千大爷同台时 郭老师是多年的斗狗 而郭老师和陶阳同台时 只能做捧根了 无论何是郭老师看陶阳的眼神 只有欣赏和灵爱 接受采访时 也是称我儿子唱得最好 我儿子唱得最好 我刚才憋着想说 我嫂儿也挺高的 我儿子唱得最好 可以看出郭老师对陶阳喜欢的 那是不要不要的 就连师娘王毁 也是把陶阳当儿子来处 真是拿儿子来处 这种待遇可不是一般人能享受的 师娘亲自为陶阳设计发型 并且和郭老师发型一样 我设施兄弟相比 恐怕只有陶阳才能享受这袋鱼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您对本期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评论 请不吝点赞订阅